老一辈人所说的三斤半的黄鳝不能吃 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黄鳝长大了以后会有什么改变 黄鳝绝对算得上是人们爱吃的美味食材 它不仅味道鲜美 还有着不俗的滋补效果 黄鳝的价格虽然偏高 但仍然抵挡不住人们的喜爱 在广东更是有无善不成宴的说法 但你发现了吗 我们平常吃的黄鳝都不怎么大 一条甚至不超过一斤 那些长得又大又粗的黄鳝去哪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 老一辈人有他们自己的解答 那就是三斤半的黄鳝不能吃 这句话有科学依据吗 三斤半的黄鳝为什么不能吃呢 首先从食用口感上看 小黄鳝吃起来比大黄鳝更香 肉质更为鲜美 这是因为长大的黄鳝吸收了更多水中的脏东西 吃起来的土腥味更大 因此为了保证出品的水准和口碑 饭店一般会选用四两左右的小黄鳝做菜 那么这可以说明大黄鳝不能吃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大黄鳝的肉更多 肯定有人好这一口 忽略掉土腥气去品尝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但我们可别忘了 黄鳝的体内是带有毒素的 一般的小黄鳝毒素较少 烹饪过后的高温可以将其彻底消灭 吃起来不用担心 而大到三斤重的黄鳝 谁也无法保证体内含有多少毒素 这些毒素难以清洗 如果去除不干净的话绝对有一定风险 再加上它的味道也没有小黄鳝好 自然也就没人愿意尝试了 除了这个原因外 三斤半的黄鳝在民间有着很玄乎的说法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黄鳝长大以后为什么不能吃 人工养殖的黄鳝真的长不大吗 三斤半的黄鳝在农村被叫做望月扇 是一种极其罕见的鳝鱼 人工养殖的鳝鱼几乎不可能长到这么大 养殖户为了赚钱 早在黄鳝长到可以食用的大小时 就将其全部卖掉 因此只有野生的黄鳝中才会出现望月扇 鳝鱼自古以来有着地上之龙的象征 它的祖先是有脚的 只不过目前已经退化了 刚出生的小鳝鱼身上可以依稀看到有两对祖 这便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据 长有小卒的黄鳝外表看起来和龙却时有几分相似 尤其是头部的胡须 而长大以后的望月扇表皮会渐渐显现出金黄色 看起来就更像龙了 因此在民间的文化中 望月扇是辛辛苦苦修炼了十几年才能长到这么大的 如果你抓到他把他吃了 是在毁坏他的道行 多少是件不吉利的事 就算不带迷信色彩 大部分人也会对一条活了十几年的黄扇怀有扇性 不愿意吃掉他们 此外 也有地区传言望月扇和普通黄扇不同 他们在长到一定大小后 就会形成吃动物尸体的习惯 比如水里的鱼虾 甚至鸡鸭等等 有了食腐特性后 黄扇体内的各种毒素也会越攒越多 这些毒素不会威胁到他自己 但对吃他的人绝对是致命的 当然了 并不是所有黄扇在长大后都会有食腐性 但从长相上看 究竟有没有毒不好区分 为了防止有人误食 聪明的老百姓便编出了三斤断的黄扇 不能吃这样的俗语 为什么说长大的黄扇不能吃 黄扇在长大以后会有哪些神奇的变化呢 除了有毒以外 关于年长的黄扇还有个有趣的说法 黄扇是一种有名的雌雄同体的生物 它们在刚出生时都是雌性 等到发育至性成熟阶段 就会和群体中的雄性黄扇发生交配行为 之后完成产卵 这时它作为雌性的一生也就结束了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逐渐长大的黄扇会退化掉雌性生殖系统 长出一套雄性的生殖系统 等这套系统发育完全时 黄扇的性别也就变成雄性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它会作为雄性生活下去 直到死亡都不会再变化性别 我们在饭店吃到的黄扇 绝大多数都是发育成熟的雄性黄扇 而那些长到三斤斑的巨大黄扇 已经做了十几年的雄性了 身体机能已经被透制殆尽 传言人吃下去的话 不仅达不到滋补身体的作用 甚至还会出现相反的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没人吃它的原因 除此之外 黄扇身上还有着许多有趣的特点 人们常说七月风 八月蛇 九月的黄扇惹不得 是有一定道理的 九月是黄扇交配的季节 处在这个阶段的黄扇性情会变得暴躁 如果你打扰到它的话 很可能会被咬到 黄扇的毒素和蛇毒一样 主要通过血液传播 如果不小心被咬到的话 一定要及时就医 你还知道哪些关于黄扇的小知识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科普解说员在线争稿了